多生一些的嬰兒出來 所以我們看了民政處的預算 大概一年大概有兩千名左右的嬰兒出生 不像一千九百幾年而已 大概兩千名左右 但是我們基隆有四十二個國民小學 國中有十六所 如果兩千名學生分配給這些 就算這樣有大學校小學校全部合在一起 一間學校還沒有五十名的嬰兒 一年只有五十名學生不到 所以我在想說我上回也跟陳處長說 希望你能夠決定破例一下 就是說我們難道還要維持這些 國中小的學生繼續維持這麼小的小學校 要維持下去嗎 我記得好像上回 陳處長我有跟他提過 說是六十名之後也有心 要裁兵一些所謂的太平國小 或者這些比較小的學校 甚至還不到四十三十個 那麼我也認為很支持啊 但是我記得上次我也提過 是因為我們中山區的議員裡面 有我們的議長 我們的宋議長那時候也有反對嘛 反對之後 市長你都很補足啊 都很補足啊 所以我就認為那時候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雖然現在請教育處現在要推動這些所謂什麼 也不再裁兵啦 不推動合併啦 也不做啦 所以現在改推什麼叫做特色教育跟實驗教育 特色教育學校跟實驗教育學校 就從這些小學校小校 來開始走走走走走走走 那也沒關係 這個其實等於說是一個新的政策 那麼這個新的政策 那麼因為 本席也非常認懂 因為面對 認懂之外 但是面對少子化的問題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要切實啊 也是要務實喔 的面對啦 當然也不只有說這幾所學校 變成說特色的學校 或是實驗學校 我想 這些都沒有辦法 來正本經營啦 那麼我想 記得現在市政府 現在教育部不是在推動什麼教育4.0計畫嗎 還有什麼國家智慧教育4萬城市 那麼這些都是要很多 很多 賣你 錢 我們來推動你 如果可以省下這些小校的話 的錢的話 那麼來依助這些計畫的推動 我想 這樣不是很好嗎 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想在這邊 是不是 市長 你是不是要回答一下 還是請教育部 陳處長你說明一下 謝謝 一座的這個指教 那對於這個少子化的趨勢 那我們 除了剛剛 就是您提起 就是確實我們也推出了就是 可能特色學校還有實驗教育這些方案之外 那其實 其實小校學校它最重要的困境是有四個 一個是因為它人數太少 所以你就會發現 它同彩互動的一個能量不足 那導致於我們每次在做那個 孩子的能力測驗的時候可以看到 小校的孩子 他的基本的能力其實都是在under 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under 在就是平均值以下 也是因為這個困境 其實是讓我們去想像到說 那小校到底應該怎麼去發展 其實小校不管怎麼發展 我們都希望未來他的同彩的這個 互動的數量是能夠足夠的 那什麼叫足夠 至少好歹要超過十個 一般至少是十個到十二個 甚至到十五個 那這個在我們學者的研究來說 這個孩子的互動能量是比較正常的 那這個對未來他生上國中以後 他的學習的互動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小校還有一個困境 就是他專長授課的教師的比例會偏高 會影響這個教學 那非專長的授課比例會偏高 所以會影響這個整個教學的品質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 因為小校就像陳如玲剛剛說的 每個學校大概都是超過兩千萬以上的一個經費 那本來我們基統的教育資源就比較不充足了 所以這樣也會產生的就是 變成大家都變得很貧窮的這個概念 那第四個部分就是 我們教師兼任的一個行政業務量本來就很大 那你又小校學生少 老師又要兼很多的行政業務量 所以你就會看到老師的loading 就會負擔會非常非常的重 那因為這樣我們考量到這四大的窘境 所以除了我們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就是我剛剛在講的是 我們開始推出特色學校 我們推出特色學校除了是 希望藉由這個學校 它跟周邊的這個互動跟在那邊的特色 也希望它發展出來之後 能夠引進更多的孩子來這個學校就學 其實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希望孩子的這個互動量是夠的 也就是希望這個學校裡面的 孩子的量體是夠的 這樣對孩子的學習其實才不會有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實驗教育也是這個概念 那對於就是說 如果今天它這個學校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就是引動出的特色的發展 或者是走上實驗教育這樣的一個模式 那可能我們再來第三個就要思考說 那是不是要整合的這個問題 那可是你要整合要如何整合 整合你好歹也是要把它 這些這個學校寄有的孩子的生源 它能夠整合到哪一些學校去 所以你要把那一些學校的一些相關的設施設備 應該要把它提升到一定的能量 那這些孩子它未來整合之後 到周邊的這些學校之後 它能夠享有既有的 應該要享有的這些教育的資源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其實陸續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在執行 所以今年度應該也看到 其實我們有一些學校 叫做我們的特色重點學校的目的 其實就是希望未來有這樣一個整合 對啦 你現在是提出這些疑慮 我上個會期你請坐下沒關係 你先坐下 上個會期我就提到了 但是你自己跟我說的也差不多是這樣 你現在講出來也是這樣 我就跟你講 小校裁聘合併 那麼對小校沒有不好 你如果沒有廣為宣傳 事實上小校裁聘到其他大的學校去 我跟你講 大的學校第一有競爭力 第二教育資源比較多 照競爭力 你小校不是 你小校除了就像我們說的 馬林國小做實驗學校 它就是特色學校 所以你要把這些小校 如果全部都要這樣做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這一點比較跟你說 另外我想 那麼我想市長在這方面 最近大概今年也有三個大項的計畫要推出 在我看在預算書裡面大概都有編列這個預算 那麼第一個 第二 那麼人愛跟心意國小的地價停車廠工程 第二 大基隆歷史場景再現整合計畫 第三 新市政大樓的計畫 我想這三項計畫 那麼都有編列這個預算 這三項的預算 我想都 都非常多的錢 那麼我想 尤其 大基隆歷史現行再現整合計畫 主要是中央補助 但是再怎麼補助八億多 我們自己也要負擔兩億多 甚至於三億 那其他我想都是我們自己要負擔 那麼尤其是新政府的 新市政大樓 那麼除了編列規劃預算以外 那麼要蓋大樓可能要三四十億左右 要蓋三四十億 雖然是分年編列 但是對於我們市庫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那麼所以我想其他的兩項我們先 往後再說 那麼我想說請市長 你是不是說對於 在這個新市政的大樓裡面 那麼包括地點 包括怎麼規劃 往後怎麼樣 因為我必須要知道 有的人認為說你規劃在哪裡 看我不會讓你市政有組 或者怕看你說你做得太好 所以連這個也會把你背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一個新市政大樓蓋起來 最起碼要六七年 縱使在讓你六張市長 待當四年頂多也是六年 你現在是等於說 千人重數讓後面的市長 接任的人來乘良 有一個新市政的大樓 那比較對於這個市政的推動 也許就比較好 所以我想你是不是請市長 救教於這一點 那麼請市長 您能夠說明一下 謝謝 好非常謝謝主席 我想我簡要來做報告 針對這個新市府大樓 說實在新市府大樓應該早就應該蓋 那對整個基隆市的發展是比較好 不過這個其實也拖了大家討論非常的久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還是必須要趕快做一個選擇 跟決定 因為這個事情刻不容緩 那不能再拖 那最主要是這樣子 第一個是我們基隆市的市府大樓 大概是全台灣各縣市裡面 唯一一個還沒有改建的市府大樓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基隆市政府 說實在比很多的縣市的相公所還不如 那更枉論我們基隆市的七個區的區公所 基本上都已經蓋好了 而且每輪每換 那另外是我們基隆市政府 各個單位分散在市府之外 包括例如像我們的交旅處 像我們的教育處 產發處 還有我們的公務處 這麼重要的單位 都不在市府裡面 甚至包括財政處的 這個某個科其實也在外面 等等 那市府現在要開個會 連個會議室都沒有 那這個外賓或者國內的這些客人 來到市政府 也連個接待室都沒有 我想這個是我們所有全體市民的一個 這一個 這我們的面子 那我想這個是 現在是這個狀況 那很簡單 其實我們也不是天上掉下來 說這個臨時或者隨便選一個地方 其實在十年前 應該是在十年或者十幾年前 前任的市長的時候 繼續嗎 好 謝謝 在前任的兩任市長的時候 其實針對相關的地點 其實做過評估 我想我們有提供了一個資料 在各位的手上 這個總共有八個地點 也就是我們基隆市政府及基隆憲兵隊限制 這個是假案 疑案是基隆市政府文化中心及基隆憲兵隊限制 這個是疑案 秉案是131艦隊的營區 也就是現在的這個海軍陸戰隊的營區 這是第三案 第四案是在基隆市從校街 基隆公司對面這個基地 第五是北台科技園區的回饋的土地 但是這個北台科技園區並沒有通過 那第六個案是在巴督交友到旁公路區 所有的交通事業用地 第七個案是臨近深奧坑武崎重劃區周邊的國有土地 第八是這個台肥二廠的土地 那在這些土地裡面呢 其實屬於基隆市政府的 只有我們就是只有假案 台肥是台肥就是第八案 那個屬於台肥的 這不是我們的 那第七案呢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 第六案是屬於台企客運的 第五案呢是屬於私人的 那第四案 也就是早上張可能會議員一直在提的這個地方呢 它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 那當初是為了明德國中的一個預定地 跟中央來做撥用 所以這個基地的它的使用的分區是屬於學校用地 它的使用分區也不符 那如果要用這塊基地的話呢 就必須把原本的這個土地要撥回去給國有財產署 然後市政府如果真的要蓋 還要把它做土地的變更 而且還要跟國有財產局來架構 那這是第四案的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第四案的最後面 也就是當初評估 其實這個基地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 它離其他六個區太遠 所以它會造成其他六個區的行政區 市民交通的一個不便 所以並不適合作為新的市政的一個大樓的一個基地 那第三案的話是131艦隊 也就是海軍陸戰隊營區 這個是屬於軍方的一個土地 如果要使用必須要架構 那第二案的話就是文化中心還有憲兵隊還有基隆市政府 但是文化中心不可能把它拆除 所以這個案子也不合一 那更何況基隆市政府現在是歷史建物也不能拆 所以第一案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基隆市政府跟基隆憲兵隊的限制 那剛剛已經說過基隆市政府是歷史的建物 並沒有辦法 就是說不能拆除 那所以當初我們現在所提送給議會的案子 是選擇在我們這個公車的修造廠的這個限制 那當初其實也有很多的議員提出來這個地方 認為非常的適當 只不過當初因為修造廠的一個遷移遙遙無期 所以連想都不敢想 所以也沒有放進來 不過陳盧剛剛蘇議員蘇主席所說的 現在修造廠已經完成委外的一個工作 那將在12月1日正式來這個停止 那所以這塊基地是非常適合 就是完全是我們基隆市政府的一個土地可以來運用 那我們當初我們在評估的時候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新的市府大樓的基地一定是要在市中心區 而且應該是在我們基隆市七個區的地理中心 那這樣子各個區的市民大家到市府來講是方便的 第二個我們希望它的土地是全屬 土地的全屬越單純越好 最好就是我們基隆市政府自己的土地 不需要再去跟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一個協議 或者架構的一個動作 那現在所選擇的這個修造廠 它是完全是我們的土地 另外我們不想花錢再去買土地 不想花錢再去買土地 因為土地的購置成本其實是還蠻高的 另外就是基地的一個面積還有它的容積 必須要足夠來收攏所有市府的這些相關的單位 所以我們做最後最後 我們認為現在的修造廠的這個基地 是我們最佳而且也是唯一的一個選擇 因為其他的這些評估的地點 通通都不適合也不適當 那過去曾經也有一座就是在提到說 這個希望那個地方最好是一坪可以賣多少多少錢 我想當初提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呢 最主要是希望說那一塊地不要被賤價的賣掉 而要做最好的一個運用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現在那一塊基地的面積是1327坪 那它是屬於這個它的容積是560 那它的公告限值是2.8億 它的市價是4.2億左右 那我們未來是在這個地方 由於我們整個市府要進去 大概會必須要容納一千多位 一千多名的市府的同仁 所以所需要的一個面積呢 大概樓地板的面積大概是1萬6千坪 1萬6千坪 那造價的話呢 大概是照目前的估算 其他縣市的一個新建的一個成本 是15萬 每平15萬到20萬 那我們取15萬來做計算的話 工程的一個造價大概需要24億左右 那未來我們也期待就是說 包括我們基隆市的災房中心 還有交管的中心 以及資管資訊 應該要跟新的市府大樓 必須要把它整合在一起 所以呢未來也會需要相關的設施設備 的一個這個相關的設施設備的一個 預算來投入 所以我想這個大概是整個 我們對於新的市府大樓的一個評估 還有整個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想法 那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事情其實最好是在以前就做了 那也刻不容緩 那作為一個 我覺得今天我擔任基隆市的一個市長 我有一個責任 必須把這個責任把它承擔起來 也成如剛剛蘇議員所說的 這個工程的時間呢 即便是我們今年編列106年的預算 開始征途 這個國際 開始進行進途 然後進行規劃跟設計 大概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時間 那開始工程 蓋到好 最快最快 大概也要六年的時間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不是為我而蓋的 我想這個是為所有市民而蓋 為讓整個市政的推動 讓所有基隆市公務的同仁 能夠更有效率的一個運作 來服務所有市民而來做這個新的市政大樓的一個建設 以上報告 謝謝 市長喔 那接下來我們 開始 會唱軍 國家公務 strive 不能順便 市場 由我跟他們佔 recommendation 就是 你 要各位同意 好 休息十分鐘 呃 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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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明明明 感性 明明明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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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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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